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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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應該請為請為各位 眾眾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因為你們明知以後出去了 高級版比亞 代表民進府出離 不是中官就是官員 因為你想想什麼 什麼人比你更了解台灣的地位 現在開始跟美國跟日本 一個人要說的時候 誰說大家說的方法都一直 為什麼美國人不跟你台灣人說 因為大家都說不合 台灣人一個叫做台灣主權獨立 台灣要建國 譬如說你在啼笑 跟你說那幾次你都不要聽 2004年10月25 鮑娥就說啊 台灣不是一個享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跟你說啊 你聽不懂啊 大家說鮑娥喔 那個茅胎酒喝太多啦 什麼話不說 其實我們說的都屬實啊 是你自己台灣人聽不懂 所以到今天為止喔 台灣的地位都說不清楚 現在在亂 台灣在亂啊 國民黨亂 民進黨亂 所有人都在亂 你亂是怎樣 沒有基礎嘛 沒有根 沒有那個根啊 所以 現在的情形之下 台灣這個地方 就要靠我們大家的各位 討台灣民政府 六十七年後 我們這裡找到說 喔 我們來台灣的地位就是這樣 發言這個 價格的地位是在六十年後 剛剛好六十年了 啊 所以我們想想 這個 兄弟喔 上昌啊 真的很照顧台灣啦 給我們收口六十年啦 所以你不能叫美國人 跟我們台灣人是好朋友 NO 美國人跟台灣人是敵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美國人訪詐台灣的 所以美國人跟台灣人 在那個時候 搞驚慮志 也不是朋友耶 好想利用而已啊 我們節目都沒有利用 他來利用我們啦 在那個時候 訪詐台灣的時候 美國人是台灣人的敵人 美國人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但是今天很多人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人 又拿中華民國那裡 沒有我蓋在頭上 你說台灣人有孝嗎 全社會跟他說 你台灣人是孝嗎 我看都沒有 原因在這裡啦 就明明 台灣人跟中華民國跟中國人 是敵人 但是今天 為了說那時候 沒有要做戰敗國 去玩他 這是很大的錯誤啦 所以今天呢 現在有的人又叫是說 中國現在六強耶 所以今天有這塊 這是美國交代說 一定要上這塊 這個資料啊 這個資料 是美國史亞的交給我 這是 中國的人民解放軍的最好 待續 在他內部 軍風內部的飛機 說的話 本來是六音大 很高的跟他六音 六音以後 他們一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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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變成文字 跟我們說 欸 你上課 要去上 我們一個上課 我們的古典班 開始上 用這個待續的話去上 後 把這個待續招到北京 翻起來 所以現在呢 都沒看到待續的文字 因為喔 他們沒想到說 他們內部 的講話 會給我們擷取 因為這個 他說的這些話 待會你看看 那都不是我說的 我說中國熱浪 中國熱用 很簡單 他自己寫 你自己看就知道 所以呢 要說中國的東西 不用我說 他們自己說 你就相信了嘛 所以 日本你如果拿回去 後面 如果有你的朋友 跟你說中國熱狂 拜託 日本我看看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 看熱狂 來 他跟你說得清清楚楚 來 我們打開第一 第二 我有 加一個迂迴戰術 和我們的警覺內監 最多一段 當 成功 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 必然 有內竿 滲透 有心人 會打入我們的內部 雖然說參加 淘汰 我們的統籍 個人的資料 收拾之後 一些一支半截的內部的資訊 對 以來最好 但是不完全了解 但是一支半截 利用這個 來提供給敵人 我說我只剩敵人了 這個敵人包括什麼 我不敢跟你說中國 中國人其實中國共產黨 跟我們的敵人 No 中國共產黨有抬台灣人嗎 沒有 什麼人抬台灣人 中國國民黨 所以大家都那個錯誤啊 大家都叫是說共產黨台爛 他幫你教的 他告訴你 講會啊 其實共產黨又有幫你台 沒有耶 當然我說這句話 不是說叫大家去玩共產黨 美國有跟我們說幾次 你台灣民進府 最主意就是說 不可以 變成共產國家 所以共產國家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要去 但是我要說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 到今天為止 沒有台台灣 當然我這個台 個別別說 共產黨像我的 我四天後把他收起來 沒收起來 這是另外一個 這輸人另外的事情 公開來講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 他沒有台台灣人 蔡台灣人是中國國民黨 再來 為做 打擊本好台灣人 祈禱 就這個母黑 和醜化的手段 故意瓦解 已經茁壯的台灣民政府 各位 來 頭壓起來 我們經過二把 我可以跟各位說 包括美國的官方 日本的官方 都成任我們台灣民政府 美國 到今天為止 國單位在幫我們幫忙 日本 外部姓 我們讓他配 他跟我們會 上面都什麼台灣民政府 兩半而已 我們算兩半而已 我們這個上課兩半而已 到今天為止你看 你看看 我們的人越來越多 我們的人越來越少年 這是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因為你看看很多 這些台灣的社團 還有這個 獨牌 還有什麼牌 都是變成什麼 老人家 沒有事情去開花 越開越久 發便當 各位 我沒有發便當給你們吃 是你們自己都高級 來 讓農場來上課 非常不簡單 你知道嗎 你自己打破了 我自己說 自己鼓勵自己 這是台灣人 水球 有真相水球 真理的現象 非常好 我希望說 我們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全都 由我們這領人 來開始來做 臆這個人 臆這家 臆這家 可以圍造相片 和相片 就可以圍造 你給我看很趣 我有一次在立環園 代表台商受難者協會 在立環園開一個記者會 我手上拿那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我給你看 你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有憲法 你有準修嗎 我就問 共產黨 那種相片 合起來之後 夭壽啊 現在說一網路 我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 偽造嘛 他就 芹菜 因為 這些人 所以你可以說 寫這個胚 或是寫這個 打這個相片 這個人 他的齊心可輸 可可租 可以跟 這個人 拜民政府 接著政權 第一個 槍斃好嗎 好 好啦 變成也好 槍斃也好 但是我都沒想起 會跟他說 整個我都沒想起 我好像沒脾氣 來 他齁 這個 要注意 我說這段是要給各位注意 他們這些人 現在在網路電園 挑撥離間 散發不實謠言 故意把自立和中國 劃清界線的台灣民政府 說成是中共的同路人 單單來看這點就好 你就知道這個故事 是變得很離譜 太低級了 這是中國人 傳統的政治手法 一出手 就會被釋破 其實並不高明 對付這些內甘 將來台灣民政府這項議 一定會將這些人 叫出來 嚴厲制裁 絕不寬戴 我這是公開 在這個選佈的時候 我有說過 因為坦白說 現在我們越來越接近成功 因為你們來想這個 有所謂的事情 我都會幫你們報告 讓你們知道 為什麼會越來越接近成功 現在你看看這個 這個美國 這個中國這邊 他的鷹派 一直要起來 但是他來報 一直在持那個鷹派 沒有要給那個鷹派 那個鷹派 那鷹派 怎麼說 軍人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怎樣 逐漸 建政內地 軍人就有利可圖 像行李人 你就要做行李你要有幾何坦 啊 軍人啊 逐漸才有幾何坦 我們台灣人 我們不用逐漸 要逐漸 美國人聽你打 日本人聽你打 我們那就逐漸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方法 你如果知道方法 所以有豐富的知識 你就不會挨打 所以算了 我就要跟 這個中國國情報告 請你看這個 還揭開這個 這是現在這批呢 學我以前上課的 有些不一樣 但是這批呢 是上課的 這是 今年的一月份啊 代序上校啊 上今年的那個 鷹鋼書 因為他 代序是中國人 所以呢 我用那個做北京儀來討 為什麼我們周邊會出現這些事情 這是 這個代序他上課的時候 啊 一聲講的 沒有這份講義的請舉手 那個梁華你有沒有 你沒有這份 我現在上課你打這份 你不要這樣坐著 鷹鑫好像有 這樣浪費時間 沒有的嚇手啦 有沒有 那個梁華 你拿兩份來頭前好不好 你沒有啊 有嗎 好 來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進入2009年 幾乎每個月都會有關於中國的消息傳來 遠的不講 歐巴馬剛剛上台 便和日本密謀關於針對中國的很多事情 我們的很多人被蒙在鼓裡 5月份 古年5月份 是馬來西亞 越南菲律賓一塊 提出把南沙群島 並入他們國家最囂張的一個月 在這個月 美國軍隊 連續在南海 和中國的軍隊 漁船發生衝突 到6月份的時候 印度一下子增兵6萬 在這個6萬裡面 有兩個三地步兵師 和一個炮兵師 所以在6月份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趟成都 因為他這一次增兵 到了8月份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趟 7月份的時候 日本宣布 要在羽納國島駐軍 後來日本新政府上任以後 這個消息暫時停下來 現在是擱置 但是他的國防部長 已經宣布要在這裡駐軍 就在這個月 新張發生715大屠殺 就是7月15 9年7月15 新疆有發生大屠殺 6月份 印度增兵的時候 我仍在成都 我從成都去了新疆 我從新疆回來 不到20天 烏魯木齊發生大屠殺 他屠殺的地方 我全部都去過 各位 你們頭稍走起來 中國裡面的消息是這樣說 他們沒有在西藏 西藏要造反沒辦法 怎麼說呢 他在西藏 他將西藏的人 移出來中國 和七八姓裡面 這個七八姓每一個 都創一個西藏區 然後在西藏的中心 移入漢人 所以現在恆主席 如果在西藏要公投 我幫你保證 漢人比藏人更多 所以西藏已經沒有問題了 中國來說已經沒有問題了 現在有問題是什麼 是新疆 所以如果要造反 中國如果要造反 第一個造反的是什麼 新疆 這些新疆人 也真有志氣 維吾爾族 他們這些人我告訴你 第一 生了跟中國人不一樣 民間看就是阿渡 還有一點 他不跟漢人通婚 他們民主意識很強的 什麼女子去叫中國人 中國人 回家去打死 什麼人去帶中國人的母 回家去打死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這個新疆啊 他堅決拒絕 沒有要讓 合中國人同化 所以你看看 新疆維吾爾族 他這個 他叫做熱比亞 熱比亞是一個 一個女子 他現在已經在新疆 做一個頭一樣 已經逃亡在美國 美國有你幫忙 甚至呢 他在這個 東京 開他的 維吾爾族的大會 已經連續開四次 所以你看 這個憲主是中國最怕的 不是台灣 他不怕你 怎麼說不怕台灣 台灣都不是他的啊 他現在怕是怕 怕新疆啦 新疆啦 新疆渣萬要出事 所以 中國說起來 包括這個 憲主是我們的民進府 他不說 含這個 蒙古 新疆 西中 這個 柬埔寨的 這個 這個叫做 那個叫做 翁山書記 我們含這些祖節 其實他們都會來我們家 有來跟我們寄民 緬甸 有來跟我們寄民 所以 所以 雖然我們現在 正式來說 這個 有外交的關係 現在 憲主是都是一些流氓政府 或是這個 做他們的助金 但是呢 我們都有跟他們 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 真的需要很多外交人員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在座 如果外紀 比較強的 我現在來看資料嘛 如果外紀比較強的 我們都盡量 幫你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很多錢 但是稍微看 會幫你 POMO 讓你加在我們裡面 我們可能要 為國際上的這個關係 開始打 如果這樣呢 我們台灣民進的進步 他很快 再來就是要靠 債主國 你不要記住 做官是很好 但是不能貪污 我一直 重複 再重複 絕對不能貪污 來 再來繼續看 還是在7月份 印度自己製造的核潛艇下水 還要宣布再建四條 然後日本邀請熱比亞訪問 熱比亞是新疆的分子 同時希拉蕊又跑到印度宣布 要和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大規模出售軍火 同時又回到泰國 然後台灣又邀請達賴一系列的事件 8月份澳大利亞借利托案 在政治上攻擊中國 他發表了一個白皮書 白皮書上公開的宣稱 要和中國打一仗 到8月的時候 緬甸國港就發生了殺中國人的事件 這個事件我一會兒再講 我從新疆回來到北京基本上沒有停過 國港的槍聲一響我又過去了 直到聽到那邊的槍聲熄滅 我才回來 從這邊又去了朝鮮半島 這人很忙 到了9月份就是歐巴馬宣布 對中國加增關稅 這個是一個經濟事件 就在同一天 中國宣布要對美國的肉機和其他產品 進行調查的時候 這個時候美國宣布派駐守到印度 到達賴的駐地建達賴 各位 我直接跟各位宣布 9月23 我們有一個團 要去跟達賴的駐民 要跟流亡 這個 這個 印度的政府 啊 駐民 要去參加他們一些宴會 我們這個團 我一個宣布 我想說沒有人要去耶 你知道六個人報名嗎 你會怕是嗎 五十幾個啦 五十幾個啦 跟那個印度 他們接著說 蛤 五十幾個喔 你現在要報名不完耶 我先告訴你不完 五十幾個啦 你會怕嗎 我說喔 我們台灣民政務 大家對這個都很有興趣 啊 待會兒媽媽要跟我們親子見面 所以喔 我們不是只有說而已 我們是實際上行動的 各位 我們現在在這個 跟印度既民後 十月份在日本要開記者會 國際記者會 九月去印度 我們來開一個國際記者會 這個國際記者會開下去 歐洲 差不多都知道台灣民政務 日本記者會開下去 西方都知道台灣民政務 我們是一步一步 向前走耶 自己拍手一下 各位 這是不是我的努力 是我們全會 我們這裡的幹部 大家共同在打招 所以我們是真的喔 一腳步一腳步 在向前走 一定會成功啦 你放心啦 嘿 來 再來 就在9月15號 美國情報部門出台報告 公開的把中國俄羅斯 朝鮮和伊朗 一起列為 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假想敵 他的國防部長公開宣布 要研製新型的戰略轟炸機B3 對付中國 各位 什麼叫做B1 什麼叫B2你知道嗎 B1喔 一隻飛機差不多八十公尺 那邊看 經常都兩隻飛機做的飛 飛到多關耶 飛到你看不到 你就是看得到嗎 你的雷達找不到 所以中國經常發生喔 幽浮事件 有沒有 就是B1 所以待會兒 他會說 他說你不能叫美國 這個YouTube 已經沒有 其實美國一天到 在背中國 在背後 那就是他們知道 但是沒有 無可奈赫 那一隻那一隻大隻 在雷達看起來 像一個瓶碰 根本就看不到 那是人生的飛機啦 所以你說美國 其實美國那個武林喔 是中國的五十歲以上 五十年 最多贏他們五十年 會見證嗎 不會見 世間沒有那個傻人 祂說你一個巨人 一个公子 公子要跟巨人说 我要跟你打 有可能 不可能啦 地匪是白痴啦 打了他叫瑞士 我跟你说 所以你对中国不用烦 真的不用烦 来 再来 十月份 就我们阅兵过后不久 前几天台湾突然大规模的四射飞段 那不是小数 而且这个导弹不是小导弹 全是大的导弹 有很多导弹可以打到新疆 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陆全境 这些东西集中在2009年欧巴马上台以来 我说的还只是一个轮廓 很多事件全部上网了 只是我们的政府基于其他安定的考虑 没有有意宣传这些文件 昨天我在飞机上看到我在《环球日报》 发表的一篇文章 是批评印度的 印度现在在中印边界上非常嚣张 它嚣张的举动 我可以举出10到20个 但是由于这个事情不是今天的主题 我就不展开 这些事情围绕着中国的周边 连续不断的出现 这是为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中国边界的局势已经被包围了 什么形式的包围 那我把它形容叫做西字形的包围圈 这是我自己提出的 我们看看这些字母 在冷战时代 中国被包围的就是处在海上被包围 也是美国50年代 发动朝鲜战争的国务卿杜勒斯 当时宣称 要对中国实行新月形包围 就是从日本列岛到南海群岛 也是今天从海上封堵中国 仅仅一个新月形像一个月牙一样 今天我们这个包围 我们这个包围就不是这样 它从月牙的地方 又从陆地上延伸到中亚 升到蒙古 现在我们看一个视频 视频的就是PowerPoint 它在英港的时候有一个PowerPoint 介绍一下 凤凰卫视台军情报告室 介绍中国被包围情况的播放 这是我8月18号 发在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文章 当时是跟复旦大学的审定力 围绕同一个问题 这就是未来十年中国会面临一个 什么样的安全形式 他的观察 他的观点是中国不会发生 不会面临战争 我的观点可能会面临战争 而且不止一场战争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台湾卫视还有 香港卫视还有台湾的淡江大学 美国的海军学院 以及周边很多国家 这引起了重视 因为我不止 我只不过说是一个事实 这个是现实在我说出不久 一个日本评论家沿用我们 我们的周围走了一圈 他在国外走在国外走完以后 就得出的结论和我一样 他说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 因为他的周围是他的周边是军事基地 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 还加上恐怖主义 而且被全面的包围 这是现实是中国的经营 他中国人自己说的 不是我们说的 他中国人自己发的 其实是不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也要了解说美国 他为什么不需要现在自己站出来 因为他要先 他自己安全先顾好 他要向中国先包围 你看现在中华民国越来越不像话 这不像话 所以我政府跟各位说 6月2 6月 我不要再说一次 6月中华孙跟他开火 竟然说是中国 这个国家 中国人民共和国 跟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官员说 你会把美国要求F15跟F16要上去 要改他的雷达和导弹设备 哪有人这样 你中华人民共和中华民过去是什么 是敌对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好改 我跟你说好改 当时好改 6月2到9年 6月2到 他们签那个X法 那个X法是签下去 国共和解 所以6月30那一天 美国第七冠队的军队 那军队 马上一百一座贏 TBBS也没有 補一天而已 那就没有了 他的国安局去拿掉 就是中华民过去把这个新闻拿掉 6月30 你6月29签下去 6月30日 美国就在台湾 美国马上 一个那一座 那一座军队 马上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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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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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言说 农充公英文 这有一天 你这个 中立会跟你说 他呢 那天我去宣布这一座 有很多人外相信 跟 黑白公啊 我都没看到美国啊 我们中立 李秀年叫他说 不然你去查看看 有点还是没点 他去青床 他早就去 6点去 他说要来看看 因为我说他的飞机 都是三四点在起飞降楼 他说去看 他去看 他头脑真好 他去那里看 他去青床 会那个基督的旁 有一个早餐店 因为他有看到两个兵 那个兵 当然是台湾人 在那里吃渣餐 他就进去 就跟他们开港 开港 他问那两个兵 那两个兵 那两个兵 穿床 他问说 你们里面 是不是现在美国都在里面 他说没了 我都没看到 没看到 他说 他说我 里那个 美国的基督 很晃的 所以看不到 他说好 你吃的时候 旁边刚才 早餐店的老闲在旁边 你如果要问这个 你都要问我 我想问你 他说我都知道 我一天送一百五十分的早餐去给他们 一份早餐一百块 因为美国人都吃得更好 所以一早三四点 就要准备早餐一百五十分 蔡居员 第二周五又去 去去 那边 他说 现在 他说 他那个老闲 他说 早餐我要送一遍 我送一遍 我给他看 他说那些飞机很大 那些 那看就知道 那是美国的飞机 那些飞行丸 要修理的 都是美国人 这就对了 美国跟我们说的消息 哪有可能嫁 你自己去问也知道 你自己去吃渣滩 你也可以用这个机会去吃 你吃渣滩的时候 这就是 你知道吗 你就有头脑 你那些机在多大 最大的 那里面 里面也有商场 里面也有商场 所以你不用烦恼说 美国不保护台湾 会啦 真的会啦 他不是要保护台湾 因为这堆堆是什么 他的占领 占领者的抑制 就是命令 所以我给各位说 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务 是什么时期 军政时期 这个军政时期 就是说美国国政府 他说什么 我们没有反驳的余地 我们是照单全收 但是 他在照单全收里面 他如果危害到我们 我们就够 这样而已 很简单 所以我们双方 因为我们现在也真的 我们戏笔很厉害 你不能小看那一支笔 他现在真的要跟我们说 不是说他要这样就这样很好 所以现在要过很多外面 有很多台湾人 受到国民党也好 受到中国人的影响也好 台湾人就自己管自己就好了 何必何必何必 我告诉你 他两千万人 要对好十五亿的 没那么简单 我们就要什么 要拿百人的军头部 来蒸酒塞 这台湾你听懂吗 拿百人的军头部 去蒸酒塞 你自己去蒸 你弄个 我们的手这么油 美国人的手 比较大 拿他的军头部 去跟他蒸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所以要聪明一下 要用方法 我正在说 我们是很弱小 我们很弱 我们没有武力 我们都记得人家习乎 但是我们有头脑 用我们的头脑 来 用这个头脑来做这个局势 日本跟美国 因为日本跟美国都非常地 因为我们在政治上 我们人人都好 我常在形容 我们台湾好像不像 九三个 十母朋友 我不是说十母朋友 要说十母朋友 因为大家更了解 这三个十母朋友 我们都平等对待 大家都好 台湾 如果要什么东西 这三个十母朋友 都会给你巴结 所以你看看 我们的影剧版 有人计 所有的都大头脑 这个大头脑 给他五克 另外一个头脑 给他十克 另外一个我给他九克 这就是 台湾的生存哲学 我们不用记 我也没记 对不对 九三个十母朋友 永远吃香喝 这样好吗 好 这是你母族的意思 你不能欲白 欲白想 这不要欲白想 我想说 以国家的立场 九三个 大家都好 到日本 美国 中国 都很好 对不对 你如果要买东西 买东西 买东西 都可以 我不反对 但是中国人买不去 我没有骗 买不去 中国我看 因为时间很近 我看 因为文章很长 看他再打 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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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一个地方人士 对很多情况 他并不清楚 美国的YouTube虽然不来了 但是美国另外一种飞机 还在我们国家的上空飞行 所以在上个月 我在南通的市民大堂上 大讲堂上说到这个问题以后 当时就有一位老先生心脏病突发 南通人爱打麻将一样的长牌 男女老少都打 我说 就在你打长牌的时候 美国的V2轰炸机 就在你的头上转了一圈 今天一个老先生煮着鬼 所以一位老先生煮着拐杖 一下子就摔打了 我说 我感到 心情很沉重 非常不好意思 我希望今天不要出现这样的画面 你怕麻将 听说美国的飞机都在这边 背来的背去 在那里奋斗 你看 我们看这种消息会不会奋斗 对吧 爽啊 是不是 中国嘛 有关系吗 没关系 来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你就会烦恼 我们不是中国人 再说一次 我们不是中国人 绝对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你有没有 就是中国人 他也说我要规划做台湾人 来 美国的V2 战略轰炸机 可以挂20吨的 核导弹 曾经以两架便利的方式 沿我们华南 华东 从我们的上空经过 在上海 曾经有市民看到过 当时认为是不明飞行物 这个飞机非常的大 两个翅膀夹起来有七八十米 这么大的飞机在空中 我们居然一点都发现不了 因为在空中显示的雷达反射面积 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也就是像一个麻雀一样飞过天空 很难发现 所以叫做隐形战略轰炸机 它的作弹半径是1.2公里 1999年轰炸我们大使馆的就是这个飞机 中国人应该非常清楚 来1999年轰炸什么 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 当时 各位 当时 当时我是中国 他轰炸这三个中国人给死 那三个中国人 窃取美国的机密 所以他带死 整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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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人都没死亡 只死那三个 看有厉害不 那三个他怎么死呢 他 他的导弹喔 由他们 他知道他在对一个他们 由他们打进去 看有那么准啊 真的有那么准啊 由他们打进去 他们三个在那个办公室里 打进去那三个 其他人都没打进去 现在中国恼羞成怒啊 发动什么 学生思维啦 因为我在中国办公室啊 我也有台课啊 你知道吗 我那个学生喔 接着通议说都要出离啦 我当时我说 怎么可以 要上课啊 上面的命令 喔 就出离了 游行呢 游行半天而已 我告诉你们喔 你们 你们的董事长是我 不是 中共啊 不是共产党啊 你们 出去可以 你们都给他点点 不要怎么黑白话 因为那些学生器 都会黑白话 对吧 但是既然当中呢 全都没人 是怎样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没有啦 他没什么说啦 美国人怎么给你对付你知道吗 他怎么给你对付 他把那些 他发动的时候都去叫高干的子弟 他把高干的子弟叫来说 我告诉你们喔 你们如果被我拍到这张相片 你们一辈子都到不了美国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子 中国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想不起 都要美国啦 说那国家很好 你要相信吗 我告诉你们 这是比我说过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帮忙 毛泽东的第一任的统战部部长 赞金啦 签过来签成不过啦 我把帮忙签不过 去美国啦 你想这种人会来反对我们吗 不会啦 所以这些人会反对美国吗 也不会啦 你美国有了吗 只有一句话而已 我跟你说喔 你们如果明天再来 发辑到上 你们一辈子去备到美国 照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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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美国的 我们我们很多人对美国 又恨又爱 那就要怎样呢 来 再来 他现在 他现在还在 我们拿这个飞机也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今天的防空 并不像马鼎盛先生所说的 已经可以保证我们不受外敌侵略 威胁 也就是看我们国家 周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对我们国家的包围分成两方面 一个 就是一条线分两段 第一段就是 它的海上包围圈 海上包围圈起点在日本 其实从冷战以后 日本的国策已经转向中国 大概是1999年 1991年开始转向 他原来是美日同盟 对苏联 并且以中国为他事实的盟友 后来苏联解体以后 日本就把矛头全部转向中国 现在日本有三军自卫队里面 他从陆军拿出一半组建了 离岛部队有5.5万人 加上他的海军和空军 专门用于西南方向 也就是钓鱼台方向 5万5的这个部队 我跟你说 中国的武力要跟日本拼 还差很多 很多人 那些人现在为止 没有航空母舰 那些没算 那些就没有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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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日本有几只的航空母舰 建筋的以前 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有几只 你知道吗 29只 29只 航空母舰 中国人跟今天 直接就做不出来 现在他有几只 日本有几只 有六只 两只已经在执行 因为 他简牌 古今朝和平朝 他限制 你不能做大只 现在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 叫大型的 这个叫做 巡防舰 驱逐舰 其实大型的驱逐舰 跟航空母舰 同样 他这个 他现在飞机买什么 买F-35的 航空母舰 主要就是 上面要停塔 飞机嘛 他现在全世界規定了 他不能做大只 他就做小只 做小只 更精致 F-35可以 垂直起降 更好 所以 他的航空母舰小只 但是他的效能 完全一样 两只 还有四夹 马上特别好了 还有一个 屁股 你看不到 你知道 那个 鞋合号飞机吗 什么叫鞋合号 在法国的鞋合号 有吗 超音速的 有吗 那个飞机现在没做 因为噪音太大 全世界说你不能飞 美国叫日本 把他买起来 现在没时间买起来 买起来 那个引擎 他只稍微改装 改装以后 变成战斗机 现在有一个中队 最 最 最有一个中队 天气 普天天基地 不提出来 你如果 富大 中国 改装 你就看到这个飞机 就是鞋合号 改装的 所以 军事上 有很多机面 中国人 你不能看他 他也是聰聰聰的 他是那样 那机嘴 南海的时候 他也很大声 我们不习一战 我们一定一战 有吗 很多人这样看 后来一定有一个出名 我们要遵照 邓小平同志的遗嘱 要以和平为主 我才说 中国人都是 烹烹 嚎啸 所以中国人说的 不要听 真的不要听 那没效 哎 实在 在隔壁做 跟中国人做修隔壁 是很艰苦的 我做一句没听的 都不知道 所有的台湾人去中国 大家就死 包括我才来 我是来 我没骗 我那时候想要去中国 李定位害 李定位跟我说 你扮告要 改变 我说有利 我去扮告要 所以我都没做生意 扮四天校 有吗 很厉害 我那个校 中国 到的部 也有一个代码 叫845 北京是100 北大是100 青大是101 我845 算很厉害 台湾人没有人 有拿到这个父母的 可以去扮校 那也是 八十多 我才没想到 不怪死在那里 都要逃亡 逃亡逃亡 逃亡逃亡 很厉害 很厉害 我来这么厉害 所以有人说 你如果套路好 我说我不好 我去中国套路很厉害 越想越完蛋 我本来很有钱 现在像我两个去做去吃去的 啊 逃亡 说不 有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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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太大了 我不喜欢 他说要行不行 没有啦 他说要行不行 没有啦 他说现在要行 但有条件 他条件是什么 我不能到美国 你不能上电视 你不能写书 我32分 越想越多 他越想越多 他越想越多 来 再继续 不要再时间再谈 他们叫有事 实际上就是将来在台海问题 或者在东海问题上面发生冲突以后 日本的一个常设部队 他不像我们的部队 我们的部队目前不设假想敌 也没有专门对付哪个国家的军队 他的专门成立这样的部队 专门对付中国 专门应付西南方 成立这么样的一个部队 同时日本现在还向联合国申请一个 冲之神 这个 岛礁 这是一座岛礁 这个岛礁平时在水面上 离开水面 大概有几米 由于这个岛礁是不能住人 所以不能申请为领土 日本人现在在干什么呢 很聪明你看 日本的科学家现在在这个岛礁 上面养山湖 大家可能知道 山湖在不断的长 长到最后不断的死 死了以后就可以浮出水面 浮出水面以后 就可以向联合国申请为日本的领土 陶纳好吗 陶纳好吗 陶纳好的人 国家 有监督 我们就要请台湾人 都请在座国围 陶纳好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 自己都没什么自信 是不是 是不是 再来 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它的领土 日本就可以增加4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关键是它的这个地方连着美国的关岛 关岛是美国在亚洲的领地 也就是说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他们的领土 那么美日这两个国家的国土就连成一片了 连成一片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美国和日本V2 V2岛这块法律上到行政上就框死了 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 它的第二个点就是在琉球 日本琉球往前面走还有一个琉球 这个观点在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上 已经把它当成日本的国土 但是从学术上的角度不断的提出 我说琉球不是日本的国土 在今年的7月份我在环球时报写作一篇文章 当时是有一个代表团跟他们谈判这个问题 我怕他们有些脑有些人的脑子患糊涂 跟他们谈地理问题 但是现在跟他们谈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按照联合国的海洋公约 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按照大陆驾谈 还是按海上分界线来谈 我说这些原则都不对 我们国家在对外领土的谈判 我个人认为坚持历史权益优先的原则 什么叫历史权益优先 谁就是拥有这块地方 谁最先发现最先使用 那么就是谁的 而不该看到这个地方离谁最近 我告诉你 中国这个土地是谁的 元朝的 蒙古的 所以我建议蒙古说 有一天后我建议说你要宣布 中国是我蒙古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看他怎么说 我说什么人先发现他的 没什么事 这是按照国际法 现在是离开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 最最近的国座的法律是什么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和和平条约 就是这两个条约啊 要说什么 所以美国 我一直把美国建议 和平条约怎么说 你就要怎么对付我 你不能说和平条约定 你还定一个台湾关系法 你台湾关系法 你美国人又说The people on 台湾 什么people on 台湾 应该是people of 台湾才对 本土台湾人不是住在台湾的人 美国人也是住在台湾的人 大家都也住在台湾的人 住在台湾的人 可以算台湾人吗 不行啦 只有本土台湾人 就是台湾人 再来 中日之间没有领海争端 哪有领海争端 哪有领海争端 我说中日间还割了一个台湾 一个国家 琉球国 为什么 因为琉球国如果不能算为中国的领土 那他也不应该算成日本的领土 因为他原来是我们的附属国 大家都非常清楚 1879年被日本变为他们的领土 琉球人被日本称为华属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说历史 在日本人心里面 他们都认为这些是华人 因为琉球的国王是需要被中国皇帝撤封 不是儿子也是外孙的意思 这中国人很厉害 很厉害 白人都是儿子 都是外孙 琉球人我现在在塞浪 中国人叫你们儿子 你现在是个孙子 知道吗 这中国人很厉害 这些文章 他也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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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我们今天不能把它当成我们的一部分 但是在民国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就是把琉球视为中国领土 你们回去可以多读一读 读一读文艺多的七子之歌 他是怎么说的 他把琉球当成台湾的父弟 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兄弟 谁都没有把琉球当外人 但是琉球国在1879年被日本病了 因为中国当时自存在衰弱的阶段 并且 病就病了 这个病是合并的病 那个翻译的时候 那个病吞病 病吞的病 病就病了 清朝也没有敢坑气 这个也就算了 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 中国曾经有两次出现机会收回琉球 在座可能也都很清楚 1945年二战结束 罗斯福两次向蒋介石提出 把琉球倒还给你 你能不能派孙力仁的远征军到日本 来当做那个占领军 当然美国军队非常害怕日本人 因为他跟日本打了一仗 他发现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 他都不怕死 日本人根本不是人 全都是野兽 还有神风感死队 包括战败以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跳出来 他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人类 这个民族非常凶悍 他害怕美军征入日本以后 可能对日本的占领军引起很大的麻烦 各位 他说这根本是什么 你知道吗 高砂族 他说的这根本人是高砂族 不怕死的是高砂族 我们今天有几个高砂族的 董事 你拿手 高砂族 大家帮帮来拍拍手 很棒 今天中国人你怕的也是高砂族 日本人怕的也是高砂族 美国人怕的也是高砂族 我们台湾人有高砂族 是我们的荣幸 再一次给他鼓励 太好了 我们要跟他拍手 我们要学习 高砂族一百二十万分五十一万而已 实际说 是中国国民众想要他招牌 没在没在乎附一个原住民 其实这个原住民是用意的 因为他自己说我是新住民 新住民还过五十年 原住民就没了 因为我们的高砂族的同胞 比较老实 他不是说真的比较老实 他不懂了他们的用意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民政府 这个账款以后 我们已经有说过 高砂族的同胞 生一个小孩 给他一百万 但是这一百万 是到一百二十万为止 我公开说 一百二十万人为止 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研究所 一句免费 当然台湾也免费 这样好不好 好 我讲话绝对算话 我有跟总理说过 我也跟议长说过 议法律就要通过 现在你不是说生鬼了 你看看 一年生 一年生一年 来 较快 ok 他认为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了很多年 特别仇恨日本人 让中国人去做占领军 他们就去领导一些人 去一些军事机构 他心里只不要踏实 特别是点名孙利仁的军队去 孙利仁的军队就是远征军 前不久我们看到电视剧 我的团长 我的团 里面的那个军队 那个部队就是孙利仁的部队 孙利仁的部队 前面被打的是杜利明的部队 孙利仁的部队 就在印度接受了美式的装备 换了美国的军装 拿了美国的击砖枪大炮 火焰喷射器 后来把日本打得够呛 孙利仁有一个特点 他没打胜仗以后 抓到日本的葫芦 他审问葫芦非常简单 他就问日本人军人两句话 你到过中国大陆没有 到过的站到一边 没有到过的站在另外一边 就这么简单再也不问了 后来问完以后 凡是到过的一律活买 当时中国想派孙利仁 一个孙利仁比较能打 另在一个就是孙利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想说到过中国要活买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到过中国 你就知道中国人很混 日本人 你没有去过中国 你不知道中国人恨日本人 所以有不去的 你帮帮我去 想他 不去的 帮你帮我 他的用意在这 过来他们也觉得中国人对日本人充满仇恨 作为占领军一定会镇压日本 所以就像蒋介石提出把十万远征军派到日本来 作为占领军然后把琉球群岛还给他 蒋介石没有答应 第二次又提出后来又说五万人就可以 还是把琉球群岛还给他 蒋介石还是没有答应 琉球群岛在那个时候已经没辣了 那时候中山都在中国已经造反了 跌的土地已经跌了一跌一跌 不可能 所以他就没办法打应 这个机会放过以后放过去了 今天就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大麻烦 因为琉球群岛前面还有一个钓鱼台 钓鱼台在琉球群岛在和台湾岛之间 它其实是属于台湾 但是介于台湾与琉球之间 日本既然把琉球视为自己的领土 他也认为钓鱼台 也是钓鱼台 钓鱼岛也是属于琉球岛的一部分 可是在我们的观点中 它应该属于台湾群岛的一部分 因为他离开台湾最近 各位马冠田那是说什么 马冠田大清的大皇帝把台湾 台湾的周边群岛跟澎湖 同源割让给日本天皇 这台湾的周边群岛包括钓鱼台 那当时在1895年的9月2号的时候 他在办宜交的时候 只要宜交了三天 在恒滨湾在基隆的外海办宜交 李鸿章的第二个儿子 就是李经芳 日本的第一任的台湾总督华山之际 在那办宜交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清楚 你已经挂给人了 你中国的皇帝已经挂给日本的皇帝了 你今天还在说 因为跟显主席的危机 除了马冠条约和和平条约 还没说这个台湾要交给什么人 没有啊 因为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不能挂给人 挂也没准事 这是国际法里面的东西 国际公法 万国公法里面说的很清楚 所以什么人要改变都不可能 所以美国今天会叫这个国际法 你跟我们说 你去找日本 他没说啊 我们现在要自己扣台湾人 来在联署啊 不可能啦 我跟你说 我们就要利用什么人 利用日本 啊 日本那样大 要怎么利用 没怎么利用的不是 我们可以 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有多年 我们台湾民政府 政国神社 那有十万台军在那里 那十万台军跟我们 并住台湾军 所以我们这边去 我给他扣阴阳 我给他扣台湾军 让那些人去听 要跟他们说 你们也要尊敬 台湾天皇 不是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已经没有了 那个天皇已经变成台湾天皇 我说说实在 那个天皇 是可以照顾台湾的 还真好严 我们要这个天皇 对不对 对 那样好严 老拜 他说 你台湾 两千万人而已 这样啦 这两千万人都不用做工作 你日本那两亿的人 可以做工作 其他两千万人 这样好不好 台湾人的本性 你不用做工作 别人去这里做工你就好 不行啦 我们也要做工 这样好不好 不行啦 我好开玩笑 你还听着 叫日本人去做工 来 再来 第五页 双方就围绕在这个地方 又满下一个火种 这就是美国有意设计的 由于蒋介石没有接受美国的邀请 美国军队就在自己 在琉球群岛上面驻军 把他的海军空军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基地 驻扎在这里 美国就一直在观察 他观察到未来中国和日本 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 他就把这个地方交给谁 欧白说 美国要交给中国 不可能啦 因为这是什么 这个钓鱼台这个地方是什么人 日本天空的 谁都要不着 大家也看到建国大学 这是一个电影的名字 中国的政治生态后来发生的变化 也就和美国成为敌人 双方在朝鲜战场上面大打出手 开始成为不共在天 势不两立的状况 美国一看到这个情形 显然日本成为他的朋友 后来就把这个地方从法理上交给日本 但是钓鱼台没有说是谁的 琉球群岛也就移交给了日本 日本就把它变成冲绳 各位 琉球也好 钓鱼台也好 都是什么人的 日本天空 没有钓鱼台是台湾 但台湾是什么的 台湾天皇 台湾天皇 不过你听话说台湾天皇 人听不懂 你说本来是日本天皇 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台湾天皇 所以台湾这个土地 要在这个法理上 要挂任何人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所以你可以绝对的放心 有这个法理夹着 我们就一定会贏 他记得 这非常重要 今年二月份 希拉蕊就是去和日本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美国将把驻冲绳的部队 签到关岛 各位 签到关岛的事情已经打消了 本来是有1万8千名 这个1万8千名 美国说我留1万就好 8千名刷一队我没说 美国说我没说 要刷一队 不错 美国都有跟你说 跟你头说 聰 就要赶到台湾 美国现在8千名要赶到台湾 这台湾要做什么 要吃牛肉 你牛肉 中华民国立法院 要赶到一台 美国是起到 起到鱼就要刷它去 我美国人要吃的 跟你台湾人有什么关系 这个 这个 钓鱼 这个瘦肉精 美国都在吃 只要台湾 你看 欧盟 400票 对11票 日本 日本 韩国 只要台湾 你够动 有够够 有够够 所以我老早就说 美国现在 他不要说 你不要说 我不要说 你根本就是美国人要吃 我们在台湾 各位 你如果吃牛肉 他拿去看看 哇 这支还不少 这高级班要多 高级班都是吃牛肉 我 常常在普通班 我问吃牛肉 三三两两 我现在高级班 诶 这样吃牛肉会比较聰 其实我告诉你 吃牛肉 小孩会比较大 我妈妈也没反吃牛肉 但是 我们这些筍子都可以吃 因为我把我妈妈 诶 诶 诶 小孩不吃牛肉 都小小小 你说我小小小 吃牛肉太大 诶 他同意了 我现在肉 都是肉肉 可以吃 所以我的筍子 可以吃牛肉 我也吃 不过我妈妈没看的地方 我吃 其实吃牛肉 比吃猪肉 营养分比较大 豬肉的毒素 是牛肉的 2,000倍 那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台湾人说 在政治操作 所以民进党多退 国民党 台湾中心的消息 搞透了 民进党 叫民进党反对 狗公 牛肉 绝对筋口 我不跟你骗 绝对的 不用说 绝对筋 就是不筋 他也用行政命令 美军要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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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很多现象 你就看得出来 美军都已经 黯白在买一碗 像台湾人那样 还不知道 我说他 对 好 来 签到关岛 好 好 他签到了关岛 这就是说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再也没有一个劝架的 也就是说 中国和日本基本上 是处在面对面的状态 所以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 由于美国和日本 签署这个协议 日本军队接管冲绳以后 由于我们和我们直接 处于面对面的状况 日本的态度将会变得非常强硬 未来解决东海问题 和钓鱼台问题 将会变得非常不容易 我跟你说 不是日本改变态度 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在后边在加日本 撒 美国也跟我们撒 美国跟我们说 你怎么在这里退 我美国跟日本天皇建政 台湾是日本天皇的 就是要解决台湾的问题 要跟什么人谈判 日本天皇 跟中国有关的吗 没有关系 中国跟什么 鬼叫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合领土 有的外面的人 你如果说什么 他说中国有同意吗 我跟他有处理 你们家要吃牛肉 要吃什么肉 那不就要跟你们家隔壁的人说 我隔壁也不知道有同意吗 有这样 没有嘛 你不用怕他对不对 跟他 没有关系 所以他也没办法跟你管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7月份日本又宣布在 在宇纳 宇纳国岛驻军 宇纳国岛在台湾 180公里而已 在东边 在华人差不多100公里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位置 他和台湾只有110公里 离开东京2112公里 比我们到南沙群岛的距离还要远 也就是说日本要在这个地方驻军 后来当麻生下来以后 新政府上来要和中国搞缓关机 这个主张就暂时放下来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 这是日本大战略中的一部分 他早晚要在这个地方会有动静 美国和日本加上印、印度、澳洲、新加坡等国家 就在日本到琉球群岛的周边 这么多年进行了大郭美的演习不下几百次 基本上都是最富中国的 他自己说 已经进行几百百的军事演习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几百百的演习 到现在也演习都在进行 在今年的4月海军阅兵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印度来了两条比较先进的驱逐舰 当时我们还比较感谢印度 说印度人还给我们面子 把他最新的军舰都全部派过来了 但是4月23号我们演习结束 4月24号印度的军队直接军 直接从青海开到重绳 和日本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叫做环恐演习 中国是恐怖分子啦 美国出动了航空母舰核潜艇 日本出动了所有的宙斯盾 金刚级的大型驱逐舰一万多栋 加上印度两条比较先进的驱逐舰 所以当时我在国际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时候 说在冲城这个地方 为是什么样的恐怖分子呢 谁能够值得美国动用航空母舰和核潜艇 谁是恐怖分子 中国啊 没什么人就是中国嘛 为什么这样的恐怖分子值得印度 从印度洋上跑到这个地方来反恐呢 这就是在日本方向 方向针对中国的情形 从日本列岛再往前走 在这个包围圈里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台湾 当然由于马英九上台以后 两岸的关系比较和谐 也就是说 现在战争冲突的形势看起来 并不怎么紧张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台湾问题困扰了大陆多少年 也就是说我们建国多少年 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们多少年 蒋介石的时候一直在反攻大陆 围绕这个地方可以说小战不断 一直到1958年还发生了大规模的炮击金门 我们的空军和国民党的空军 还在福建的上空进行大规模的空战 直到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双方在形式上在蒋经国时代 已经有一个管战的时期和平时期 但是到了李登辉上台以后 1996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特规大规模的演习 也就是解放军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大的演习 三军大规模出动 也就是在这次演习的时候 我们的军队枪毙了一个少将 也就是说我们演习的方很多的重要的底牌 被他透露的给台湾 当时我们六枚导弹穿过台湾打 从台湾的上空打过去 结果我们导弹还没有射的时候 李登辉就知道我们的导弹上面没有弹头 也就是说空爆弹 这个情报就是总后的一个将军叫做刘连坤传递出去的 这个人前前后后为台湾做间谍做了9年 这是目前唯一同时拥有两岸少将军神的人 既是中国解放军的少将 也是中华民国国军的少将 两个都加起来叫做中国军 共军国军 都是中国军 这边六月时 中华民国要跟F15和F16 美国人已经知道了 我就跟你说过了 中国人死不疲 在台湾吃台湾的米吃 喝台湾的水 但是他的心还在中国 我都要把他 说过了 不好意思 我是跟阿姨没关系 我都把他搶去平坛 一个特殊 他去那里就好了 我看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要去的 我最幸远就没有去的 我住在台湾也好 我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关系 我做居民就好 不好意思喔 居民没像台湾人的福利也好 居民18岁以上没家 台湾人18岁以上 不管男朋友都有一栋栋 那有人在问我 18%要怎样 那很简单啊 你今天领18%的 你要领 继续领18% 还是要去栋栋 你如果要去栋栋 你要放去18% 你不能说我领18% 我后生18岁还要领栋 没有领栋 你要拿栋栋 你就可以有18% 这样好不好 有 你要18% 在座我哪有18% 不然你不要说我知道 一定有的嘛 那不是 那是国民党你把你摆下 所以领18%的人 要说台湾民党政府这座 我18%不然 不是没有 变得更多 变得分一栋栋 这栋栋可以 可以 你疫情支持多少钱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说 抑重委民国这种制度 做一世人就要没家 但是呢 民党政府这座 我给你保蔬 有个人说 那一如大就可以 我有说过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免反hearted 好啦 絕對會做得到 有幾個事情啦 第一 民政府出政 當發的高速鐵路馬上馬上見 兩年之內完成 第二 十八歲以上的十五十五 政府不經驗 給他一檔處 但是在北部如果有兩經以上的 不可以再拿十三經 你就北路已經有了 拿的要做什麼 對不對 生不帶來 十八不帶去嘛 兩經 如果沒有 政府給你 都一定有頭路 健保都不用錢 健保都不用錢 但是 農民的優待全部取消 其實不是叫農民啦 叫做什麼 難民啦 有人說難民可以在住 社長的難民可以是 把印度達蘭莎做這個地方 美國人在替他入那個租金耶 你中華民國的難民住在台灣 美國人說你怎麼不要入租金 你要叫他來占領你就要入租金啊 他沒有入租金沒關係 帶他去怎麼樣 還給他房子耶 如果不好他就覺得 我的房子已經破破了啦 還給他去房子 我知道 我看得很難 我歪過馬了啦 各位 由這點看他兩岸的局勢 非常不平靜 從1996年開始 兩岸就進入到 風級以浪高的階段 一直到陳水扁上來 可以說是非常的囂張 一直就奉行對大陸的挑釁對策 也就是說僅僅從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後 雙方才有緊張對勢到相對的緩和 所以在相當的時間內 軍隊有一句口號 也就要以台軍 軍事鬥爭做準備 以對台軍事鬥爭 拉開我們軍隊的全面現代化 台灣島這個問題 我們還各不可以小事 他只要一天不回來 一天就是我們的麻煩 要求對我們惡鄰居 是很討論的 在美國和日本兩個國家 作戰的計畫中都有為了台灣 不惜和中國發生大規模的 大規模戰爭的準備 光是米德 蘭德公司為了對付台灣問題 就有三套大的方案 其中一套就是對未來台灣問題 雙方發生衝突 將對中國沿海北京上海 進行全面的封炸 包括中北的東北 這還只是局面的局部的戰爭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這個問題 日本說得更明確 日本有一個防衛次長說過 他說我們日本對大陸兩岸的關係 是怎麼看呢 他說大陸和台灣是一對夫妻 我不會說 誰跟他是夫妻 鄰居而已 夫妻之間平時吵吵架就可以鄰居不管 但是當丈夫要打拿刀殺老婆的時候 我們鄰居就不能不問了 我們不會去殺老婆 我們不會去打中國對不對 他怎麼說 丈夫要殺老婆 台灣是丈夫呢 中國是老婆 我們不會殺他對不對 黑白是看得很清楚 來 我要怎麼改 講得非常明確 這實際上就是說明 日本根本的心態 就是你們平常怎麼吵 吵架都無所謂 大陸真的要想要用武力 把台灣拿回來的時候 那日本就不能不問了 那我們現在應該知道台灣問題 目前對我們大陸 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 另外兩個國家是怎麼想的 台灣之後也就是說海上包圍的 終點是在南海 就在今年7月我跟深圳衛視 22度 為22度觀察做了一期節目 跟北京的徐光玉將軍 就是為了南海問題 當時我就覺得深圳人不僅是愛國 而且非常膽大 他問的問題很多話都是非常尖銳 後來他問徐光玉將軍說 他說徐將軍 你認為我們在南沙問題上面 我們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徐光玉將軍說我認為會雙贏 他後來又問我 戴老師你認為會怎麼樣呢 那我說不可能哪有雙贏呢 那就是說要嘛是他們拿走我們全輸 要嘛就是我們拿回來 他們什麼都沒有 哪有什麼雙贏的結果呢 因為這個地方的問題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領土問題是不能談判的 就像鄧小平的 鄧小平 這要說一句話 這句話是什麼 這要自動評判 這是他有放那個PowerPoint 在上面 同志當時在上海問題跟中國人 像跟英國人說的是一樣的 主權問題不能談判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學者還在做夢 懷著夢想通過外交談判 外交手段收回這個地方 事實上根本不可能 而且在南海問題上 我們也是中國人當中寫的文章最多 呼籲最強烈就是主力民間軍隊趕緊有所動作 趕緊進去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我們在南海發現 石油跟天然氣超過東中 而且已經發現了石油有五百多億噸 不算天然氣 這已經是相當於第二個中東 如果再擴大一點區域 可能超過中東 各位 台灣的石油 其實這些石油器 這些酒 儲藏的起點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釣魚台 釣魚台是誰的 台灣 台灣是台北酒的 所以後來台北酒也很富裕 高雄酒有南海 台北酒有什麼 釣魚台 釣魚台離台北酒很近 就是宜蘭啦 宜蘭是台北酒的啦 我知道啦 宜蘭就是台北酒的嘛 台北酒啦 我說錯了 宜花東酒啦 宜花東酒啦 應該是宜花東酒的 所以後來宜花東酒 我也要拼搬來台東 我上面有跟江老師說 我看台東很漂亮 我來拼搬台東 我如果退休 台灣接到政權医療 執政医療 我要住在台東啦 因為台東很好耶 紅很好 我當然知道很好 台風很多都沒有傷害耶 這台風喔 台風對這個台東 台東和法連 沒有什麼大的傷害耶 很好耶 一年也看幾天 幾天的風台也不錯耶 那風台也是奇景耶 這樣 不然你平常 你要拼搬家 給他這樣 撕來撕來撕去 那有那麼簡單 台風這裡的鐵子撕給你看 不錯耶 我們看事情喔 不要看 都看不好耶 你要想說 台風天 你騎在那邊說 什麼人有辦法 把你用家撕去 這樣撕來撕去 那有可能 台風鐵子撕去 你要用那種的心態 來生活 不知道多好耶 來 過來 而且在南海問題上 我們也是 這我再說過 對於啦 這對於我們中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的未來 大家現在看 有這麼多的車輛 可是目前 我們國家的石油 儲備不到一個星期 你看看 這我以前的消息我也知道 中國的石油 儲備不到一個星期 要戰爭 半兩天就沒有了 要怎麼打 什麼人控制石油 美國啦 美國控制了全世界的所有的石油 你要買 不好意思 你有錢也買不去 一碎給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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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國控制全世界的地方 不是說他很強的 他是他很強 他就沒給你 一碎給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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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戰爭 要戰爭 而我們海上所有的石油通道 全在美國手上卡著 如果美國要把我們這些石油管道 關了的話 咱們一個星期就沒有有用了 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 而是你根本沒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在這個地方 南海這些國家打了1100口的遊警 沒有一口是我們中國的 今年二月份 國家海洋局和北京大學 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的一些人 召集我們幾個 要制定一下中國的海洋策略戰略 後來叫我過去 叫我過去以後我也 我一聽他這個問題 我就有一點不太高興 我說你們怎麼現在才制定 中國海洋戰略呢 中國海洋已經被人家全部拿完了 你們怎麼才制定海洋戰略呢 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麼多年幹什麼去 所以這個數據是我從他那個地方搞到的 我問現在別人有多少口井的油 他說別人有1100多口 我說我們呢 他說我們一口都沒有 我說為什麼沒有 他說因為我們的體制 調壞分割 因為中央和地方內部的體制不健全 我說不對 你在找藉口 是因為你們貪生怕死 你們怕跟人家搞糾紛 所謂國務員心態都這樣 所以各位 我們如果做台灣民政委行政官員的時候 不管有這種心態 說有做事情 有做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各位 你多做 你做錯了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剛才開始而已 不是 剛才開始在經營台灣這個土地 所以多做做錯了沒關係 改過來就好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你們都看 這是中國人寫的 這是中國人寫的 嗯 結果 我這個主觀的推斷被我驗證了 當時環球時報有一個記者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動機 他去採訪中石化的一個領導人 他說 我們中石化為什麼不去南海開發石油呢 那個人說 這個地方不能去 這個地方能引起外交糾紛 所以我在 我就在我的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 猛烈抨擊中石化 我說 你自己的地方 別人人家都不怕發生糾紛 你怕什麼呢 你就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行為 所以 說這種軟弱會導致我們將來 在很多問題上 根本沒有地方找手 後來 在和徐光玉將軍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還說了一下 我說 我們大眾一定要糾正一個觀念 很多人到今天 到現在認為 包括周邊的國家 越南菲律賓 也就是說 他們以聯合國海洋公約為依據 他們說 南海這個地方 離我們大陸價很近 離我們領土很近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中國的 離我們菲律賓也很近 離印尼也很近 離中國那麼遠 怎麼可以說是中國的呢 你的大陸和那個地方的大陸價也不相連 導致我們談判的領導人非常被動 後來 我在深圳的衛視22度觀察中 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為什麼這個地方離我們那麼遠 又不是在我們的大陸價上 它還是中國的 這個東西在我們就要看歷史了 聯合國海洋公約是在1982年出台 越南是在1975年獨立 在越南獨立之前 那個地方是誰的 我們發現這個地方 那是在西漢時代 那個時候 中國命名這個地方叫做千里長沙萬里食堂 那個時候越南是誰的 那時候的越南是我們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越南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 一直到宋朝 這個傢伙不懂什麼叫做神聖不可分割 他說抹他的就是他的 這人帶去這人不抹 老粗嘛 軍人啊 完了他 到宋朝的時候變軟弱了 這個朝代後面我還要講到 宋朝這個國家非常有意思 和我們中國現在一比 很有錢很富裕很軟弱 所以越南是我們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那個時候就變成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不可分割變成可以分割 哪有那個道理 那不抹了 那真的不抹 他就變成了附屬國 這個時候像琉球一樣 在宋朝以前我們在越南設的是郡 就像我們的一個神 一個地區一樣叫做安南郡 這些都是我們給起的名字 各位 我現在今天你跟各位說的 這是油 油管釣魚台跟南海的事情 給各位更清楚 現在各位這裡 你就要自己去看 因為這裡我沒要再說話 我現在再說話 我的時間就不夠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經濟 經濟的部分 你先看地區我告訴你 看後面 有一個大不了同歸於盡 你要看 大不了同歸於盡 新的第一頁 第一頁 那是二十一頁 二十一頁 這是中國的社區的那個 做言論 大不了同歸於盡 米航母艦群 米就是美國 美國的航空戰奏群 因為他這筆文章 我都原文都沒有他修改 都一樣給你看 他這是中國的監風 最強烈的一篇社論 給各位看看 繼越南之後 美國又和菲律賓在南海搞起了 軍演 和以往一樣 雙方此地無垠 宣稱演習不針對中國 在彼者看來 這是很無聊 這些小國對中國張牙五爪 自不量力 美國也沒有膽量 在南海發動 以中國的軍事衝突 首先 不戰不合 是美國南海戰略的總目標 美國並不是亞洲海洋 爭端的當事國 那為什麼他要在這裡 這麼積極介入 各位 美國是不是亞洲南海的爭端國 是不是 你為什麼 台灣是他的簽名 還不解割 所以美國不解割 我永遠簽名台灣 我就不測 現在不測 台灣人講講 不要講 不要情緒 就讓他一直讚 我們現在比較聰明 我們現在知道 你可以簽名 我要給你簽 但是你為什麼 要入錢 天氣下沒有白吃的午飯 你給我簽名 你用我的功效 要入什麼 租金 美國在 社會餘有得租金嗎 有耶 社會餘的收入第一名是什麼 租金 我們台灣後來收入第一名是什麼 租金 美國要用 給你贏 歡迎你贏 拜託你贏 付租金給我們就好 租金要做什麼 起床給我們18歲以上的孩子來住 這樣還不錯 妳們買武器 如果要買武器 妳美國賣 妳選擇 喔 國際法規定 我們不能當兵 國際法規定 我們台灣被佔領 不可以買武器 她要自己賭 賭得到嗎 沒有賭得到 但是中華民國選擇 他可以說中華民國妳要買 那他買什麼人入錢 台灣人入錢 台灣人看我大工就好了 妳要做兵嗎 要不要 我們變成國家就要做兵啦 但是我們去用簽名不用做兵啦 妳要對一種的 要做什麼 我來問問好不好 台灣要獨立建國的請妳拿手 怎麼會沒有 外面好像不是這樣 台灣沒有獨立建國 要讓美國簽名拿手 喔 妳們這些喔 妳們這些都 不比較聰明喔 外面會跟妳罵 喔 妳在數點望族啦 要讓簽名啦 簽名有什麼賣 不要讓中國人簽名就好了 讓美國人簽名 好高興 出錢來 出錢喔 所以有很多人 外面有人在說喔 喔 台灣是美國的五十一隻 我跟妳講啦 絕對不可能 那如果是簽名而已 要變五十一隻 才有條件 波多里克 管道 這兩個地方要變五十一隻 才有辦法 沒法了 到現在喔 百幾年喔 他們要變五十一隻 公道都不會過啦 對公道過喔 美國說 NO 不是妳公道 欸 如果說全世界 大家公道要變成美國的五十一隻 全世界都變成美國的五十一隻 沒有那個事情 所以什麼五十一隻 現在喔 外面也有人跟我們 握握呢 握握說喔 喔 林志昌在主張台灣變成美國的五十一隻 NO 下面這個 這個言語怎麼會不去 你知道嗎 我去握 我握什麼呢 我握 中國評論社 中國評論社 握他 握什麼 握中國時報 我去握他們當事長 誰去握 叫他們的法務來講 林志昌 別再握了啦 要六十一隻我背你啦 我抱歉 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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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只有錢 那她說 要怎麼樣 很簡單嘛 你在中國時報的那個 網路喔 中國時報有一個網路 第一條 把我寫得清楚 說我不是支持五十一隻的 我是要支持台灣地位要正常化 她說 要不然你自己什麼 我說 我怎麼留什麼 你派記者來 那記者來給我訪問 記者誰好啊 當事長命令來問 我幫她記者開 你這一唱的採訪好辛苦啊 她就在苦笑 她說 欸你很厲害耶 她竟然我叫我當事長 在那個文章頂頭頭一條 我跟她規定要頂幾天呢 三天 不能把她拔下來 她頂多久 頂四天 為什麼 她的總經理也聽 總經理 當事長命令啊 總經理 頂三天啊 本來規定五六日要頂 可能金頂喔 禮拜四就頂了 頂喔 到禮拜六不就三天嘛 禮拜天就不用了嘛 她再多頂一天 她怕我國外交 所以頂四天 那時候喔 自那個時候她後 所有台灣通牌什麼牌 這樣才解脫呢 所以現在喔 我眼睛給她看 有的現在是金碎咖 金碎咖 條工在罵我 想說看我可以去照顧嗎 因為我如果照顧 她要用我她會出名 欸我現在修法有地罵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她就是喔 說大片集團 我就給她頂部罩給她看 全世界有人 詐騙集團 頂七個部罩 半半給你看看 到沒有 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頂七個部罩 他啊 詐騙集團就是怎樣 小風起來 你又說嘛 你又說下去喔 我就怎樣 來電視給你說嘛 你說什麼 我就點點看 給你說 給你說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給你撈開 所以算下去 九月分 我們在電視上 開節目 三個月中華民國 倒 你又騙嘛 你中華民國又騙嘛 我一條一條 跟她說 一條一條跟她說 她也很緊張 電視上說 你不要違反NCC NCC是怎樣 NCC如果說的 會給我罰款 所以 你也要拿一本 補證金 放在電視上來 萬人給我罰的時候 我可以 可以去罰款 好啦沒有問題 我喔 我幫你保證 NCC絕對不敢給我罰 他如果把我罰我 我叫美國出錢 你出錢 我說的都實在啊 我顧美國的時候 社會 都在這裡啊 美國就不敢說我 我不會說 你NCC說我違法 我違哪條法 所以 很趣味啦 越來越趣味 國際目標金金 可以看到一個國家 別忘 中華民國 一個 政權 白起來 台灣 所以 我看這邊自己看 我又說其他的 你看 這樣好嗎 好 你不敢嗎 沒有 沒有 總要算話喔 來 來 這樣你自己讀 這樣 這樣 我講什麼對不對 這樣講幾關 因為要學校還要20分鐘 我講一些比較新的 讓你們知道好不好 好 因為我上課都要2.5% 我有一次在那個 台南英港 4.5% 4.5% 要整張坐2-300 沒人去便座 你要便座 可以去沒關係 對 人要便座 你便座 自己去 慢慢去 去後面 我跟你說 今天 因為這個就是跟中國有關 所以我說中國 現主席的工作 讓你知道 中國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中國 它裡面的政治鬥爭 不斷 你們看薄熙來的工作 薄熙來 譬如說 薄熙來是標準的社會主義 標準的共產主義的人 所以它的唱紅打黑 其實 中國的社會裡面 黑刀也非常的興盛 你知道它的黑刀 興盛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在蘇川的辦公 竟然 有人去用學校的校長的頭 把它鎖起來 把它掛在校門 這樣 這是中共的 他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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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煩的 我看他的警察 在做事情 他的出份有很多 你有關係 你有關係的 有跟共產那種有關係的 你就得到很多的好處 譬如說 我在那裡辦學 我辦學後 身體很好 第四年的時候 我是有修學 初中 高中到大學 我都有 所以我到大學 感覺高中的第一次 去參加他的國庫 他的國庫是 聯考 他的聯考 全中國 百分之九十的學校 要釣北斗和清華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北斗和清華 六處的人 全中國 幾個萬間的學校 他北斗怎麼說 每一間學校都釣一 沒有可能 所以我那間學校 北斗和清華 這間學校 是什麼學校 因為中國的蘇利校 叫做民辦學校 這間學校民辦學校 民辦學校 其實我那時候 坦白說 六八 中國共產黨 有知道我的意圖 你知道我怎麼說 我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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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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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 北斗和清華 我用什麼方式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一向公 說的給他爬著 不可能 在中國 聚的很許 聚的孩子 很許 我為什麼要被他爬 北斗和清華 我的頭部 你知道嗎 以前開保時班 保時班 台灣的孩子 沒有在讀書 所以他們說 中國的孩子 本來就很親俊 你再說 沒有 哄 Unfa 头脑就这样而已 要怎样 你还不知道 我真的说你都能去开报导 我 宿船圣 宿船圣有八十八的官 因为一个圣有很多官 有几百的官 它有八十八的官是国家定为 国家贫困县和省贫困县 国家贫困县和省贫困县 第一名的学生孩子 如果没办法贫困县 我说来 来我的学校 让你贫三年免质 住三年的宿舍 统统我负担 靠到大学的主席 四年我都负担 他们都怕到了 上台说 我保证很大片 我是拥好的人 善心人士 我的心态是这样想的 你不记得我刚才跟你说一句话 李定位跟我说 去办厚改变 我就尊教这个意思 所以头一年 四个北大清华 怕到了 其他的 差不多我的学校 你想办法 八十八国家级贫困县和省贫困县 那个孩子 让他买来 第一名 我才买来 第一名 本来素质就很好 还让他免费 设计 宿舍给大 饭给吃 这些孩子会感谢我吗 日比台下那些 各个先生 感谢我们的董事长 教导在其他孩子 感谢党的栽培 他们日比台下说 感谢林董的栽培 看着呢 傻子了啦 嗨啦 你任没没 应该取代共产党了 我每一年有八十个名 给国省里面的第一名的孩子 这些孩子很认真 我跟你说 你到底买什么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特别说 设计不太好 暗时电话不够 因为中国电力不够 你知道吗 他们用月亮的工在设计 有的人 整个学习都没回家 我上海也不知道啊 你这个孩子 你都不用去回家去看一看吗 你当时你跟他说 他们都把我当做领导 报告领导 你不要叫我领导 你叫我董事长 他说 我家里没有钱 所以呢 我都不回家 啊现在 这么可怜 我就说 啊这样啊 董事长送他两百块 因为回去找那些 那些乘级 超过五十块就有了嘛 那找两百块 不回家 这个礼拜六啊 放假你就回去吧 他有回去了 他怎么回去了 走路回去了 我怎么知道 因为 拜他的时候 他跌倒了 你为什么迟到啊 你说从来不迟到的啊 因为我走路来的 我不是给你两百块吗 我通通给家里的人 那好可怜喔 我听得很迟到 所以我有感觉说 这些孩子 中国这些孩子 所以不怪李政委说 要去改变 你如果没有改变 当然最好这些孩子 设计划之后 可以去美国 所以他有十五亿的人 他骗的也很多 所以我有感觉说 现在他的学者 比台湾 这些五体的学者 更骗更好 他的学者有很多 百分之 你看你不能看我的这些文章 我的这些文章 坦白说 中国的学者 大量的当路 他去研究 有很多学者说 台湾和中国全体无关系 叫建议法 我研究的建议法 他也去研究建议法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真的 我们台湾人的对手 是在中国人 如果台湾这些 这些 我没有跟你骗 他就收集的教育 就中华民国那些教育 都错误的教育 你只讲学节你就死了 健白竟然有讲学节 你想想想 台湾国企与我都同样 我以前小型到大型 跟我研究的这些意识 我也就是讲学节 我没那么离谱说 啊 台湾是日本去你奉扎 是没那么离谱 但是有多少人 你问说 什么人奉扎台湾 跟你说日本 因为是这些地方 这些人 你不用他叫 所以我经常你说 他如果万一来 那是他的命运 他如果没来 不要他减酒 这样就好了 一定要他记得我跟你说的 你减酒 没效啦 再来 你去哪里 这样说 算你 嗯 ま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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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